来请教一下这个永年哥了 因为说实在话 今天盘面当中大家都想知道 整体的一个气势 好像在高档有点点观望 感觉好像要杀下去 可是底下又有人在进行承接 苹果财报还是决定了 整体大盘后续的一个关键 最近都是电子股在拉 封关前还那么强 OK 好 我们先下个结论 我认为封关前还是有行情的 也就是所谓的红包行情 那为什么会有红包行情呢 因为我们就看 光是看苹果就知道了 因为在之前 在这个苹果的财报公布之前 大家有没有发现 苹果的股价是往下掉 对 对不对 那可是苹果在财报公布之后 他想说 他的财报应该不好吧 因为iPhone X卖得很烂 对不对 那结果他公布之后 结果他这个电子盘 他的股价果然是上涨 是上涨 利空出尽了 对不对 那所以对于苹果来讲的话 我们这样子讲 他的iPhone X数量 销售数量真的是不太好 因为原来是好像估计 他上一季 他可以卖到8000万只的iPhone 可是他实际上 只卖了7700万只而已 所以这就是上一季 iPhone销量衰退1% 是练预期的这属于坏消息的部分 坏消息 对 财测也没有很好 对 财测呢 这个是这一季的财测 上一季的这个是超过预期 上一季的营收880而已 年增的13% 然后这是好的部分 他EPS3.89元 年增的16% 这些都是超过市场的预期 可是销售数量它是衰退的 然后这一季 他对这一季的营收的预期 是600亿而已 远低于市场预期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他的iPhone X 会卖得更差 对 这就让我觉得很意外了 感觉起来大家就会看财测 苹果股价感觉 一月份已经修正过了 看财测的话 感觉应该盘化继续跌 到底财报有没说出口的秘密吗 OK 我个人是认为说 有 而且是好事并不是坏事 怎么说好事呢 就是说因为iPhone X卖得不好 全世界人都知道 早就知道一定卖得不好 因为它太贵了 对不对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因为它卖得太贵 可是它的销售的营收 它还是成长的 表示它这个定价策略 其实是对的 那么也因为它卖得不好 所以它现在预期 就是说大家的这个买器 有延后的迹象 它这个买器延后 不只是苹果的 iPhone的买器有延后的迹象 因为大家就太贵了 那我就原来的iPhone 7 我就继续用一年 对吧 我就拨换机了 所以今年的下半年 我认为呢 不管是iPhone 或者是品牌 其他品牌的手机 Android的手机 一定都会卖得很好 好 那永年我们看一下 瓶盖股现在能不能抢 因为今天红海洞起来了 可是它明明说 现在不要再把它 跟苹果绑在一起了 我要转型平台了 那其他的瓶盖股呢 到底现在现阶段 封关前 电子股要冲 是要靠这些传统的瓶盖股 我们期待它 在今年下半年又大爆发吗 其实各有优劣点 其实各有题材可以做 我们这样子讲 就像以红海来讲的话 红海其实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标准的瓶盖股 可是它现在告诉我们说 你们不要把我当瓶盖股看 我是满满的大平台 对不对 所以它现在是这种情况 OK 好 我们就不要把这个红海 当成标准的瓶盖股来看 其他的几档股票 像台积电 现在台积电 你谈到这个晶片 像A10 A11的话 一想就想到谁 就是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 它是标准的瓶盖股 另外大力光 可乘 台郡都是一样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可乘 可乘这档股票 可乘这档股票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其实这几档股票 大家可以看 他们的这个本益比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低 包含大力光现在都压到快 对 压到20倍而已 其实这么高单价的 而且这个EPS这么高的股票 其实给它40倍不为过 对不对 本益比40倍不为过 所以它都已经压到20了 你看像是可乘只有12倍 台郡只有11倍 红海大约只有10倍左右而已 非常低的本益比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股价 真的都受到委屈了 所以如果苹果的股价 能够展开一个波段的反弹的话 这一些的标准的瓶盖股 应该都会讨回一个公道 所以我们看一下可乘 可乘这档股票 我们看一下它的K线图 那你就可以发现 你看到没有 这个可乘它这周线图 它的所有的移动均线 全部都纠结在这里 全部都纠结在这边 今天这周突破了 对 它这周突破了 那接下来的两周是关键 因为有的时候会假突破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 它下个礼拜如果稍微的震荡拉回 还可以站稳这些半年线之上的话 那么它就有机会 再出量就有机会往上攻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 它上档了 几乎没有什么大量套脑压力区 你刚刚打了一个pass 你说买气地言 除了iPhone自己的系统之外 还有中国品牌的手机 有没有那种两边通吃两边甜的 有 很多 为什么我说很多 因为像譬如说 我这样讲一个简单的 3D感测 3D感测iPhone一用上之后 其他的中国大陆品牌 立刻全部通通用上 因为其实3D感测 这东西其实已经出现很久了 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可是因为iPhone它有标杆的作用 它是指标作用 所以它一用其他的大陆品牌 立刻都仿造 不能说仿造 我这样讲太难听了 大家跟进 对 OK 好 像是譬如说我现在举例 这一些是属于它也可以做iPhone的 也可以做Angel的阵营的 像是加联益 它做天线软板的 像音业达 梁维 他们做HomePod 我们知道像HomePod 这种智慧音箱 目前看起来是只有三家 全世界只有三家 像Amazon还有苹果的 可是我认为 以大陆的技术来讲 他们很快就可以跟上 另外像是美律 做音讯元件的 像是文帽 就是我刚刚讲的3D感测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 这个TPK 它做触控荧幕贴合 TPK 对 今天跌停办 对不对 市场很意外 对 它为什么跌停 因为它这个法说会 它讲的 那内容就是说 我去年真的是不错 转亏为盈了 可是今年的上半年会很淡 所以算起来 今年的获利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 跟去年那么好 那会不会把过去一阵子 一个月的涨幅就吐回去了 还是只是先蹲后跳 我希望它吐回去 为什么 对 为什么我希望它吐回去 因为现在看起来 因为它是讲说 我今年的下半年会不好 上半年会很淡 可是它没有讲它 我下半年不好 那我认为它下半年会很好 为什么下半年会很好 因为它现在 现在iPhone它要改用贴盒式的 又改回去贴盒式的 那正是它的强项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一个重点 当iPhone转回去用贴盒式的时候 我认为中国大陆品牌手机 一大部分也会转回来 跟着用贴盒的 这一档股票 我为什么说 我希望它能够再跌 跌回原点 因为你买得越便宜 以后的获利的空间越大 因为上半年它不好的话 这没有关系 因为从技术面上来看 它好像要做一个 这个头肩顶的一个整理形态 可是它如果拉回来 我们讲讲看 拉回来它再往上走的时候 它这边就变成一个W底了 就变成W底了 所以这一档股票 我是觉得说 拉回来大家不用怕 可以静待下半年的它的表现 好 今天我们帮大家好好的 整理了一下 到底苹果还有通吃苹果 跟飞盈两大阵营的一些电子股 到底哪一些的一个操作 间谍你到底可不可以买 间长你到底可不可以追 过年就剩封关倒数六天 到底哪一些个股排面当中 还有甜头 其实最近说最甜的 大家还是第一个想到两个字 涨价 涨价 昨天告诉大家是挖矿 但是从昨天到今天 唯一的交集就是涨 对 还在继续涨价的题材 今天排面当中依旧非常的热 包含了在今天 国具它的一个电子的价格 又再度进行了第二波的一个调涨动作 这地方我觉得很好笑 我要问一下容许 因为涨价狂风吹不停 当中龙头之中的龙头 就是看国具了 这一波涨价比上一波涨的 还要来得凶 可是我也要想换个角度问 对投资人而言 怎么今天涨的好像没有过去那么凶呢 因为快要过年了嘛 所以只要股价涨 基本上大家都不敢说买了之后 放到隔天或放几天 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次国具涨 最近都是出现上影线的情况 因为大家不敢留 那它要怎么样 它要先过一个关卡 大概是在420元左右 因为这两个点位 我特别观察它都出现大量的情况 大量但是留上影线 要嘛就是黑K棒 表示有什么 有人在卖 谁在卖 有特定的外资 你看越卖越多 谁在买 融资越买越多 所以这一档股票我不认为 它是一个基本面上面的问题 最主要应该就是说 筹码面上面的问题 而且利多有点慢慢的动化 就是说利多很多 但是股价的部分 没有办法来有效的突破 那很可能短线 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整理的形态 所以我会看 对我会特别 看这个涨价都已经有点 不要建议大家 先不要照利多去追了 对不对 至少 这次涨20到30% 感觉很可怕 马上就要做条件了 你看他都分型号去涨 他也不是一次涨足 所以我说后面可能还有再涨价的消息 但是就是说 农历年前 我认为就是说 短打操作可以 但是你手脚又够快 因为很常常流上影线 再来的话你还可以等什么 等营收 元月份的营收要公布 你看你去年MLCC涨四次 今年元月又涨两次的电阻 MLCC加上这个电阻 其实是国际所有营收的总和 所以这两个通通都涨价 你不要跟我说元月营收不好 因为二月是农历过年 大家既然觉得说 今年被动元件都抢不到货 都涨价 我问你下游会不会 有需要的这些厂商 会不会先囤货 农历年前先把货先拉起来 要不然农历过年你去哪里拉货 所以元月营收照理说要好 所以我现在等 等他元月的营收公布 如果说元月营收 淡季还是交出非常好成绩 那就OK 股价可能再涨一点 所以当我们想要抢这个红包行情 在这个涨价题材里面的时候 今天跟去年很不一样 去年是这边看着涨 我蒙着眼买就对了 然后你就一路可以上得去 现在你居然有那种 利多顿化的情况 所以里面的细节 我们就要请容续进一步带我们来看 特别是被动元件 这个家族很热闹 电阻 电容 电感 我一笑请来昨天涨固态电容 今天换成电阻 明天涨什么 所以大家留意就是说 当利多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有一些股票涨 为什么有一些 照理说今天电阻涨价 国际受惠 还有另外一个是谁 应该是华欣科要大涨 因为华欣科他也是电阻的大涨 为什么今天股价是跌的 原因我认为应该就是说 前面华欣科的股价涨多 来到这个地方 前面有太多的筹码卡在这个地方 他过不去 他过不去的情况之下 你利多出来 没有用 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 形成一个整理的一个形态 所以有时候不是说 基本面利多 消息一面好就好了 有时候你要看他筹码面 还有价量能不能再突破 如果价涨量增 然后突破前高 一路突破前高 那OK 上楼没有套牢的筹码 这前面套了不少的筹码 套了不少筹码 那再来的话 我们看核生堂跟信仓店这些都MLCC的股票 大概现行核生堂跟华欣科会差不多 那信仓店的部分 因为去年第四季人家在大涨 他没有涨到 所以你看今天股价上涨 反而他反而涨了比核生堂跟华欣科还要来得多 这个有点落后补涨 那再来的话 电阻的部分除了国具之外 大一这个也是大厂 今天也是涨 但没有涨很多 那九毫的部分涨最多 你看涨6%涨的比国具还要多 电容今天三档股票通通都涨 但电容有分 大家要搞清楚 电容有分这个铝值固态电容 或者是铝值这个液态电容 那固态电容的部分是比较属于高阶的 那这三档股票的产品类似 但是我就举预邦为例 因为玉邦是国内最大固态电容的厂商 那他的整理姿态也是最高 你看呈现一个横向 然后今天一根的红棒 把前面整理K线全部都给吃过去 而且投信在去年12月买了之后 几乎到今天 到这个今天 你看他的这个投信的余额 是最近两个月的最高 法人没有卖 他已经前面已经涨了不少了 为什么法人没有卖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本益比的关系 因为去年EPS5预估2.8 今年4到5块 所以以股价本益比来讲的话 大概介于13到15倍左右 并没有说特别的高 没有因为他股价前面大涨了 变得本益比太高 再来的话 因为这种固态电容 他受惠到挖矿潮 因为他的产品是可以耐高压高温 然后你这个AI或者是挖矿的一个产品 对于固态电容的需求很大 因为他的产品其实用在主机版 但我们最近看到主机版的股票大涨 这个绘图卡今天也都又涨起来了 所以他受惠的部分 不仅仅是在一般车用的这种被动元件而已 他还受惠到最夯的比特币挖矿潮这一块 包括AI的产品 也要用到固态电容 所以后面在涨的部分 可能会涨到固态电容这一个产品 其实讲到涨价风 根本就是去年一整年 你选股的主流 有可能这股风还要继续的吹到2018年 但是你讲到了矽晶元 MOSFI 还有包含了低润价格 被动元件 这一票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 很多股价在去年都已经用翻倍来做形容了 到底搭上了挖矿 除了到底搭上了涨价 除了最近很夯的挖矿 也有点涨价风出来之外 还有没有哪些的电子的元件 其实默默有掌声传出来 而投资人还不知道 没有错 因为其实去年以来 很多电子的产品通通都涨价 但是你现在看 这些股票都在天上 所以基本上你在农历年显说 真的要切这些股票 就算再涨 你也切不太下去了 只能转打了 对 转打要么就是你买不多 不敢买太多 所以就算再涨 你也涨不了多少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留意 有一些产品 包括驱动IC也好 或者是微控制器 因为这两个族群来讲的话 有一些股票都还在低档 我今天就举这个驱动IC为例 因为今天驱动IC的龙头 莲勇今天开始在动了 今天有消息 开始认为说 晶圆代工在提高8寸厂的IC代工费用 所以IC设计第一季 可能被迫要提高IC的报价5到10% 这就要得反映成本上升压力 肩涨这个题材吗 对 因为细晶圆缺货 所以8寸晶圆厂 他也不得不调高 这个产品代工费的一个售价 那这样的话 对于挤压到这个驱动IC的一个产出 所以现在驱动IC也不得已 只好也跟着要调涨 但是这个只是酝酿要调涨 还没有正式宣布 所以如果说你正式宣布 那可能就涨完了 那酝酿要调涨 那就可以留意这一块 尤其今年这个氏足赛 4K电视现在很夯 又4K电视用到的驱动IC的量 是以前一般4HD的电视 一倍以上的一个驱动IC的用量 所以连勇的获利其实相当不错 去年我们估连勇的EPS 大概8到8块半 今年9到10块 所以今天的股价 就算收盘收在130块钱附近 本利比大概几倍 大概是在13倍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它的K线 一条直线一条直线 去年人家第四季在涨 它通通没有涨到 今天这一根红K 我说第一根的红K棒 我认为后面可能下个礼拜 还会再涨 因为这一根的红K棒 把前面这根整理K线全部 一根一根全部吃掉 表示什么 它筹码经过了关手 而且有谁在买 有特定的外资在这个地方买进 所以这种股票我认为是可以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